三个中产党 星期六有旺角游行 发生了很多事 占领洪水、包围警署 现在很多人都觉得包围警署已经是礼拜赛 已经是麻木了 但那晚有一件事发生了 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转移了 起初我不在家 我没有学别人去看直播 后来我回家才发觉 这件事如果你问我抽离来看 就不是一件很大件事 有警察在黄大仙逮捕了两个街坊 然后人们觉得他们无理拘捕 然后就去包围警署 然后就吵了 但为何那个信息传播 我认为占领洪水 我认为占领洪水 就是因为他发生的地方 就是跟很多网民的距离很近 因为黄大仙就是住宅区 有很多人就算不是住在那里 你都会认识人住在那里 然后所有跟警察冲突的人 其实都是居住在上面的人 或者居住在类似的屋 你说跟马安山、葵青之前都有过一些类似的冲突 但距离始终是存在的 或者是新城市 你想想就是我家临下就发生这些事情了 然后我认识的很多人都在下面 就是我们说是被警察射吹雷弹 也好打也好 结果当然了 这件事我亦都发觉 开始慢慢成为一个形态 其实现在每一区都是这样 每一区可能因为好小事 就会所有的市民都下街 就去包围警察、包围警署 然后基本上整条街上所有人 我认为90%以上 全部都是仇警的 就是很恨警察的 每个人都指着 我听到现在的街上蓝丝近乎绝职的 以前佔中 你都会看到可能有两三成的蓝丝 都会无端的说 你这帮小子又搞了香港 近这几天这些蓝丝完全消失 当然消失也有另外一个原因 因为你现在发觉那些人不会引你了 我看那两条片是被人打到飞 当然就会小心 但是更加重要的一件事 现在很多地方都将警察当作不负受欢迎的人 然后所有人在街上看到小小东西 他们就会起控 或者去抗议、指码 这种仇警心理其实是对整个 不要说抗争 整个香港社会的发展 都一定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影响 是的,我都是在网上看到的 看到在巴士站的场面 很多人穿着街坊 说这些不是没有戴口罩 不是穿黑衣 Tag Tore 下来 有些人说 其实你看一下WhatsApp Telegram Group 有些人叫示威者扮做街坊 扮街坊上半身扮不到 下半身扮不到 因为你不会有对拖鞋 有对拖鞋就证实它一定是街坊 没有人去抗争 会带着拖鞋 方便你换回来 人数来说也挺多 我这么说 其实穿着拖鞋在战斗方面是很不利的 所以如果你无论走 所以你是非常愚蠢的 因为你没有理由穿着拖鞋 很吃虧 被人踢 全部东西都很吃虧 所以是真的不说 还有我认为昨天 星期六晚上那件事 为什么传了这么多 因为他真的成功赶走警察 做到画面场面出来 虽然他后面也在战斗 但我告诉你这个 其实不单止是黄大仙 那晚在旺角太子都是这样 就是所有在旺角太子附近住的人 全都下街 围着警察 警察发现不够人 因为分得太多区 那就走 追着来骂 追到警察的门口 所以黄大仙的案是因为他当然很 eye-catching 很多传媒拍得到 但我感觉上其实所有区都在发生类似的事 然后就很糟糕了 因为你说这一区 你就集中了所有警力去制压那一区 要报仇 要报仇 政府是不可以不承认这件事的 除了街坊 愿意下街去趕那几天走之外 在网上世界 人们都狂分享 不是自己的区 都是很多的 越来越 你知不知道网上说些什么最夸张 最好快点来我那区搞事 等我都可以下去帮忙报仇 这个气氛跟以前完全不同 我还想起以前警察最宣传的一句是什么呢 就是警民合作 你要有效执法 你一定要去一个有市民去协助你 或者帮助你的地方 现在我经常都用越战去做一个形容原因 就是这样 你去到那个地方 整条村的人都很恨你 你很容易想到 他一定是协助那些抗争者去避 例如带他们去住宅大堂 带他们去停车场躲 又或者 你一泡堂不让你开门 或者很简单 可能有一成的示威者 接着就有九成的人围着他 你警察拘捕就可能是拘捕街坊 拘捕不了抗争者 整个情况 你先不要说警察应不应该为平息民分要做些什么 你警察如果要将来有效执法 你是完全不能够不理这件事 因为我们说那些巴勒尼巴冲突 或者以前美军在伊拉克 那情况就是这样 所有的平民都躲在 我说那些反对或抗争者 都躲在平民 然后你就去一些很不友善的地方 还有这件事是在升级的 我身边还有些相对比较蓝一点的人 是好像活得他们的世界 但是他们要看到整个民情的转 我自己个人来说就不是那么喜欢 或者到这一刻说警察黑警 我自己从来不会写这样 但是网上世界 现在越来越看到 除了说黑警之外 另外一句话 也是我call人来的 不是我代表我的立场 之前很多人说黑警之外 现在已经升级到 以前小部人说 现在越来越多人说 就是黑警死全家 就是已经是牵连越来越大 黑警死三世 是不是 这个是政府是绝对要需要 不能太过落后的民情 知道如何处理的 是不是说你觉得再执法征级的话 严厉一点就可以扭转得到呢 我觉得基本上现在是很难扭转的 就是整件事你要很长时间 这个要扶平它是在说十年二十年的时间 就是你一次过你一创输清了之后呢 你是要十年二十年的时间 才是有机会 最要做得好才有机会扶平 你现在希望能够扶平了是没可能的 就是你要用很长很长的 就是坏外制度才行 当然你要去 如果政府要去搞 你要凝聚蓝丝的实力 因为蓝丝现在全部人都会躲在身上 我昨天跟一个蓝丝的领袖人物 领袖四人物 的饭是没所谓的 别人都不知道 他提着是一样 就是 作为蓝丝都要练好武功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实际的 就是练好武功 就是大佬你来来来来来来 就是练好武功 练好武功都没用 因为有二十个人围住你 你几好抽你都不会够二十个人围住 这么说 这个就是一个问题了 这个就是我之前也说了 香港人比较能打得 当然是新移民才能打得的 我又是前面了 那个人跟我说 就是那位香港人比较能打得 那个新移民两个人走来 去讲素 跟黑社会大佬 那两个人走上来 接着他围着几百人 那当然不怕你两个人 真的好像演戏似的 那个大佬一推推低 砰 接着那个人拿着筷子 闭着眼睛 投降了几百人一起投降 你是不够那些人打的 如果你以为你真的可以 那些人是吓得瘋了 如果你遇到一些非常弱 为什么人家是几百人 可以打赢你的胡人 不是说胡人 罗杀兵 是几百人打赢你 几千人 甚至一万人 是完全以前的满洲 全部都是这样的方法 整班人都呆了 就是你那些人 如果你是一对极度空旱的人 是可以完全留住 不过你没有 现在的问题 我都说 现在的问题 就不是人数多拐问题 还是你穿蓝丝 你连单对单的战斗力 都比不上 这个才是最大问题 这个是说 我一直说 我说你根本不够打 那你已经没法 单对单一抽你都不够打 那你已经是输了 总之 现在的问题就是 因为呢 你凡有艾撒的 一定是有 不要说多有一万人 起码都有几百至一千人 那你任何一个蓝丝 以前的似着他 一样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 你下去骂 你最多骂回你 然后我无賴的 怎样怎样 然后他会 赢贏不怕 他已经对手 对手是华里非 对啊 而且就是 你的警察很快会帮忙 现在你有一千人在现场 警察根本就卖不到你身 还有警察现在 都是想着 我现在是负责 就是拉示威者 你们这些这样的 斯大争执 我没有兴趣 或者我不敢冒险去打 去撩你 接着你就很大事了 因为现在的蓝丝就是 喂 你起来骂吧 有二十个人围着你 还有二百人在后面再围着 当然他可能会帮你的 就是不要乱打 不要打死他 没有打死他 但你可以打他 这个就是很吊答的事 但我们拉回去 我讲王大仙那件事 我自己的想法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一直都很夸大 警察的力量就是 装备很优秀 我常常说 怎样武力升级 你都不够警察的装备砌 又或者他说 人家几百个警察 就已经可以镇压到 你们几千人 你们有一万人都没用 他不断射出去弹 你们就要什么 但现在的问题就是 你会发觉 你这种说法开始崩溃 因为第一 譬如在星期日 你王大仙 马鞍山 尖沙仔 旺角度都有的时候 然后你就会发觉 警察拉散了 每个人都只剩下100个防暴警 或者200个防暴警 那你就会发觉 你以前说的那样什么武力优势 什么升级 就完全没用了 因为人家是一万人 你只有200人 结果就是 其实星期日晚 旺角有一个很讽刺的地方 明明那些人还在佔路 那些警察竟然要撤退 就是因为他们发觉 不够人清场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现在每一个地方你去 每个都是指着你来罵 你上班真的会回到很无人 你想想 你每一次在街上 只要你穿防暴装 所有人都是当你寻人地去罵 然后你会很担心 万一你走散了 万一你 其实现在都不是第一次了 你发觉你没有其他人去掩护的时候 那些人就会打你转头 这些情况就是 令我去想 你说以前我没有想过 或者觉得没可能的 就是解放军推出 但现在的问题就是 如果不够警察 或者警察的士气是很差 发觉我出身来都要被人骂 我就放转手脚 我没有什么冒险 我就不会去追打示威者 有他们占佬 昨天阿加路街就是这样 那些人占马路 竟然可以走回头 可能这个时候真的不够人 就会有解放军 也不定了 但其实他如果放完手脚 又没有那么多冲突场面的 我说 我说其实警察是没有武力优势的 因为你有个code 如果没有code 你就有武力优势了 即是你 哦我这样打 即是你很多法例去限制住 即是如果你可以拿着 大家一起拿着一些东西 我拿着警棍 你没有 拿着 然后我乱叫你 OK 你又没有武力优势 但问题就是 你始终有一些故忌在这里的时候 有些东西限制住你 你的武力优势就会受到你的限制 你受到你其他的限制 所能够制约了 所以很多时候你会发现 警察去捉贼 很多时候都是要很多警察才捉到一个贼 因为贼是打无限制的 而他打有限制的时候 你一定是虧张的 那他就用高级级武力 但到最后你都会虧张 但你这些言论在这个 这个抗争年代说 就被人表较了 不是 这又要这么多 相对而已 你警察是有很多阻招 因为记者都会认住 那你示威者也是同样有很多阻招 现在那一对一 现在那一对一的状况 警察可能有少少优势 但优势不是那么强烈 但问题 如果你一对十优势 你才会很强烈的优势 但问题现在他 就是被人说他们是乱砍人 所以要么你就跟着那个 就没有了优势 你一偏离那个 即是你不跟着他做的时候 接着就舆论的优势 越来越多人 你便面对 我只是说舆论优势 因为黄大仙的感觉就是什么呢 你看过那条片你就知道 十几个人 对着千几个人 你就发觉你什么差事都没用了 机关枪就算得了 所以其实也不是单单说什么 文情的东西 我真的很实际的角度去想 我当我是警务次长 你全香港你真的打得那些 你几千人 然后你每一次 你说跟不跟那个线 也好 现在很明显就是不跟那个线 有很多东西你不跟 虽然都有限制的 你就是每一次 亂捉人亂打人 你就引了有几千人伸出来的 他完全不是参加抗争的 他只是在楼上 就是知道你楼下发生了些东西 来看 然后越看越生气 来看你 那你就发觉 你的人是永远都不够用的了 因为每次在一个地方 就引了几千人来围你 那你怎么会 就是你无限的类似 所以我给我是 我就是你们走 我自己不管你 我自己不管你 我只能无警察状态 那些警察只能维持治安 你们喜欢示威 就让你自己搞 我唯有 如果我唯有 那你自己搞 到最后 如果无警察的时候 你想想如果黄大师无警察的时候 反而他们自己会觉得 见怪不怪奇怪自败 你真的无法 无警察你无对手 但他们要很克制才行 因为事实上 示威者是有些挑人的 那些挑人可能不是很过分 骂你 控制你 我直接误到 你避开你怎么挑人 他就是在你警署门口 那你缩在警署门口 你缩在警署门口 还有很多纪律部队宿舍 黄大师另外一个很大的问题 你今天搞完一件这么大的事 你明天就可能在附近买菜了 你被人认得你 或者有被人撞口撞面 这个人就是住在旁边警察宿舍 你有份扔东西下来 然后被街坊围 这种社区冲突其实不是说 那晚完了就算了 你一直衍生到你日常生活都会面对的时候 就是一个我自己觉得 你政府就是从来没有去想过的一个问题 好 这就就到这里了